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少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 在现场也有着20尺高的野树像 因此也让圣诞气氛更加不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没有想到什么新年快乐会在马来西亚 而且很美观看这种感觉和风格 我们只是在外国家吃饭吃了一些食物 然后吃了一些新年快乐 所以很美观 我们没有想到新年快乐的感觉 它是很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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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每一年的年尾 我都会来到这边 可以带出各种各样的文化 给这个社会看 马来西亚有 有各种各样的种族 可以互相体谅 然后有看到各种各样的种族 不管是什么背景 都会来到这边来参观 所以你听过一些种族 来的是贵心的 他们家里的布置 还有这边的海鲜食物 没错哦 除了看圣诞装饰液金以外 马六甲靠海的葡萄尔村 也有许多海鲜店面的餐馆 这里的美食 实在让游客吃到津津有味 观众朋友们 你们看到都想尝尝吧 适合你的胃口咯 我来葡萄牙村马六甲游玩 看他们的热闹 圣诞装饰 很热闹这样咯 然后马六甲很热闹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挺有趣的 我找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感觉到 一个国家的风险 因为灯光是让这个地方更活动 第二次来 很兴奋 然后觉得他们很开放 给全部人一起拍照 那其实刚刚这些圣诞装饰以外呢 我们也是看到这些 马六甲 这些葡萄牙村 这些更好吃的美食的 而且我刚刚是收访到 问问一些游客们 他就说一件事非常很棒 那如果说你们趁着这个圣诞期间 还没来到马六甲的话呢 记得记得 在这个缘分的 这个24到25号呢 是相当非常很热闹的 大家也千万别错过 马六甲葡萄牙村 野兽雕像 经历了几经波折 在2017年 终于合体的野兽雕像 也成为村内的圣诞装饰主角 每年的12月份 也是祥和的圣诞月 位于在马六甲市区 Ojun Basel 葡萄牙村 向来以圣诞装饰文明 大批游客 以及民众涌入春里 观赏漂亮灯饰之余 也不忘于掉下合影留念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 hope all of you to have a good Awesome Christmas Day And yeah Merry Christmas to all of you guys Merry Christmas to everyone And hope you all enjoy every day Satan Khoilak Happy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to everyone In the Portuguese sense of all In the wider Malacca area Merry Christmas